哈喽大家好 非常开心今天为大家主持这个 每个月一次的PolkaDot生态福利活动专场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即将在三月份上线的融资项目 它是把我们Web3传统的这个中心化的融资 然后把它做成这个去中心化的融资 让更多的用户可以在早期以更低的价格 参与到优质的项目当中 那我们今天在介绍完这个项目以后 我们是从这个项目方这里是要到了一些福利 所以凡是今天在线收听的这个PolkaWord的小伙伴们 都是可以获得这个代币的空头 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观众 然后来发放这个项目方的这个福利 希望这次的这一期的这个空头福利大家喜欢 另外需要加一点是大家需要改变 对PolkaDot生态的一些固有的看法 因为之前大家会觉得 怎么PolkaDot生态做这种Web3喜欢的 Marketing方式的项目方都很少呢 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 然后他们可能会给这个质押Dot的staking用户 然后公投一些自己的项目方的福利等等 类似的活动已经越来越多了 包括还有MimiB 然后也将会在很快这个福利给大家 然后所以大家最近对PolkaDot生态的关注 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要改变对PolkaDot的以往的这个认知 重新认识PolkaDot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那我今天所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基于知识分享 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如果您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请自己再做调研 认真思考以后再做自己的决定 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 那好 我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 福利专场活动的项目介绍 我现在分享一下屏幕 嗯 嗯 嗯 稍等一下 我屏幕分享好了 我现在做一下简单的设置开始分享 稍等一下 我屏幕分享好了 我现在做一下简单的设置开始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叫 Polemic 我们今天分享的顺序 大概是 从这些方面开始 就首先会大家介绍一下 Polemic是什么 然后Polemic的优势是什么 然后Polemic是如何工作的 特别是这一块 这个Polemic的整个的运作过程 如果你了解清楚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我现在以目前的项目方的发展阶段来说 我是如何参与其中 才能够让我这个获得我想获得的东西 那第四个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 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团队 以及他们的一个上线计划 那首先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Polemic是什么 我们打开它 首先了解一个项目方 然后我们先要去看一下它的推特 然后这个是Polemic的推特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推特直接搜索 可以搜索到 然后在这个Polemic的推特中 推特 handle中也是描述的非常清楚 就是Polemic是 是一个就以去中心化的 透明的并且合规的方式来进行融资 然后就是同时结合了这个代币的 就是stakeholder 就是这个stakeholder 就是你的质押 质押的持有者 然后就是因为每个网络 就了解区块链都知道 每个网络它的网络是需要一些 是需要一些人把它的代币质押到节点 然后来维持这个网络的安全性的 也就是说这个去质押的人 这部分人就可以 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Polemic这个项目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 更好的融资 然后怎么叫做更好的融资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你印象中的web3的融资方法有哪些 然后这个你自己作为一个 我不知道就是目前在收听的 这个Polemic小伙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过一个项目方 然后大概是分为几种类型 就是一种就是如果你是在自己在投资公司 你可能会蹭到一些投资公司的福利 然后可能在这个项目方早期的时候 能拿到这个额度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特别好的项目方来说 这个投资机构是否可以拿到这个项目的额度 要很拼这个实力 拼这个关系 拼这个VC 拼这个VC和的关系 然后拼这个 这个 这个 实力就是资金实力 以及影响力等各种 然后特别好的项目 其实也真的是只有头部的项目才能够拿到这样的机会 然后到最后 这个前面这个机构轮融完以后 可能会会有一个公目 那有些是没有公目直接上线的 那其实很多这个用户能够可以参与的阶段 就是这个公目的阶段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公目的阶段 肯定要比机构轮的 要 要 要这个 价格要上升到另外一个水平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上线 然后上线就是 开始这个散户介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散户的控制力是非常非常弱的 就是散户只能做到一个核心的词 就是等 我只能等着 它不上线 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然后 而且散户的成本明显要比机构的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 这个polemic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 就是解决用户 这个晚 就是比 解决这个普通的用户 这个比较晚的参与到项目方 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项目方 他需要融资 就是创始人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才能够 融资 这个事情 就是花很大的精力去融资 或者是 是找这种中心化的FA也好 之类的 去 去建很多投资人 才能融到资 这个对 对于一个项目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精力消耗 那这个过程 能不能缩短 然后能不能 我们都是web3了 能不能把之前的 靠信任来融资 这个信任是来源于 这个对机构的信任 然后对人际关系的信任等 各种 就靠这种信任的融资 改成靠规则来融资 就 就我只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我只要利用polemic 遵循它的规则 我就有机会获得融资 我就不用再去做 这个全世界非去做路演 然后 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 稳定的获得资金 我只要专心做这个项目就好了 然后对于散户来说 我再也不用做 这个接盘侠了 至少在前期的时候 不用做接盘侠了 明晃晃的接盘侠 是不是 能不能很早期的 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然后 那 就是 还有一方就是 网多的参与方 平常呢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项目的融资呢 通常都是这个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成员会发表投票或者决策 然后说要不要投这个项目 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参与方来说是没有办法参与的 那其实在polemic的网络贡献者 然后他们是把这个项目方是不是能够来通过polemic来进行这个融资 这一项是交到了社区的手里 然后所以就是可以让这个公众来选项目 然后社区早期参与 然后这个项目方又可同时可以做甩手掌柜 就甩给polemic就可以了 一切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 所以 总结一句话来说 就是polemic所做的事情 就是由之 把之前的由信任来 靠信任来融资 然后转变为靠规则来融资 这是polemic的整体介绍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polemic是如何运作的 我看第二项 具体我们来看第二项 就是polemic的优势是什么 polemic的优势 主要分为三点 第一点 就是合规 为什么合规 是最大的最大的优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 这个sway的认购 sway这个项目的认购 就是去年的时候 就是至少这个 在我所认知的这个人群里边 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 这个sway的认购 然后他们 在最早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在这个 我们国内的这些平台上 可以认购的 然后要通过这个 coin list才能够认购 然后当时 在国内的小伙伴 就是 这个抓破了头皮 想获得这个kyc 就是想获得资格 就是我怎么样 才能够注册成功 这个平台 当时是 找了这个香港的朋友 找了很多国外的朋友 来替他做这个事情 然后才是有了一个账户 但很明显 用别人的资料 做的这个 做的这个账户 钱肯定不是在自己手里的 有很大 存在很大的风险 就如果你这个 朋友 一旦不是你 所想象的样子 可能你的资产 就会受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有这样经验的 小伙伴都知道 就是在这个身份认证 这一层面上的合规性 以及它的限制性 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 门槛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在我们区块链行业 它是跟这个股票行业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股票行业是分国家 然后你要开不同国家账户 但是在区块链行业 其实你如果想 想做这个数字货币的 这个交易之类的 那其实它是4乘24个小时 不分时区的在进行 所以它需要一个全球 统一的一个标准 但是我们又是受到各种 地理因素的限制 然后其实是不可能 在一个政治体下 来完成这个事情的 但是Web3有这样的属性 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 符合Web3公民身份的 这个KYC的形式呢 然后这个Polemic就是和 最大的一个机构 和这个Polkadot之前的一个项目方 叫Cute 他们是做这个去中心化 这个DID的 这个其实Polemic最早 也是起源于他们团队 然后最后是有玻璃的出来 然后他们 这个做了一套这个DID的系统 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 把这个Cute的项目 拿出来讲一下 但这里就是点到为止 只是跟大家讲明 就是它这个KYC系统 直接是真正链上的 然后Cute的整个 整个的合规 然后全部是 是做了 做了很好的合规 具体它是如何做的 到时候如果我们有机会 可以介绍Cute的话 再具体来讲 所以总的来说 总结出一句话 就是第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去中心化的KYC 就是它把这个KYC的模式 它把这个KYC交给了一个第三方 然后这个第三方式 可以给你一个 这个去中心化的KYC方式 然后所以就是无论怎么样 就是你这个身份是安全的 然后是在链上安全的 能够保证这一点 然后而且不受这个地域 或者是身份的这个限制 然后所做的一个KYC的系统 然后那第二个优势 就是polemic 它是这个 全部是 这个 这个 基于 就是转变了 从在开头介绍过 就是转变了 就是从以信任为基础 转为以 转为这个规则为基础 就是第二个优点 就是总结 总结下来 就是把改变了这个 整个的融资方式 把之前的由 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融资模式 然后改变成为了一个 遵循规则的融资模式 我只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不用 再去做 做这个 社交呀 然后建立人际关系呀 各处去路演呀 做这些无所谓的事情 然后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肯定是有所谓啊 就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然后来实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第二个优点就是 可以 我觉得 讲的 好像用完全自动化 程序化 对 如果用这个程序化 融资流程 好像是更贴切一些 这样来形容 然后第三个优点就是 哦 这个是 第二个 对 哦 然后第三个优点就是 哦 Polemica 是 一个 让社区决定 哦 哪些项目的一个 呃 就是一个社区化的项目 为什么说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呢 但因为这个 呃 我们很多区块链 区块链项目 它只能做到 节点的去中心化 但是其实决策的去中心化 呃 目前看下来 只有Polkadot的OpenGov 是做的比较好的 但是融资的这个 去中心化 就是让社区参与进来 我相信Polemica 绝对是可以 呃 可以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 就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然后怎么样做到 让这个融资的决定权也 去中心化 社区化 然后这个是Polemica的 几大优势 三大优势 哦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就是Polemica 是如何工作的 就是融资过程 那在我讲之前 大家也可以再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 这个普通的 就不要提这个 更传统的这个 这个项目方 就是更传统的 这个Web2行业的 这个融资方式 我们不要提这个 我们只说Web3的 融资方式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在自己的印象里面 这个融资 是你 不论是你是 你是在 在这个项目方工作 还是一个普通的用户 还是说 这个您是在 VC工作 就是站在您的位置来说 您回想一下 就是您接触到的 大家是如何 投资这个项目的 其实站在不同的位置 都有不同的感受 那大家有 回想过以后 我们再开始继续 我们这个 Founding Process 的一个解释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区别 然后 那Founding Process 就是融资的过程 第一步就是 链上的身份 就是链上的 这个证明 Credential 就是一个 自我标志的意思 然后 所以就是 这个跟所有的融资项目 是一样的 就是你 你要 参与这个 融资 你首先得 得做一个 得做一个KYC 对吧 得这个 让大家知道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但这个肯定不是 普通的KYC 前面我们学到 它是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 它是由Qt提供的一套 这个 去中心化的KYC系统 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 找一期 单独来介绍一下 然后就是 第一步 就是首先 你需要 注册一下 它的一个身份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 这个Founding Application 就是 这个 融资的申请 然后 就是项目方 提交 这个数据 那这 这第二步的话 就是主要是 针对项目方的 就是 这个发行方 然后 就是申请资金 然后 提供所有 需要的信息 还有这个 所要 所要融资的 轮次 信息 然后这是第二步 就是第一步 首先是 用户层面的 我得先 先能够 这个有资格 然后第二步就是 这个项目方层面的 就是现在 有人 有这个投资人了 然后不论是机构 还是散户的 然后有投资人了 那我要投哪些项目呢 那 那所以这个就是项目方 的一个步骤 就是如果你感兴趣 想通过 Polemic来融资 那需要有一个 资料提交 然后第三步就是 Evaluation 就是一个评估的过程 就是项目方提交 完了资料以后 并不是说 你提交完 就完全去中心化的 然后就 就是这一步 就完全自动化的 形成了 就是可以 可以这个投资人 就参与了 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任何一项投资 都是有一定门槛的 比如说之前的门槛 可能更中心化一些 是一个机构 或者一两个人 说了算 但现在的门槛 就主要是 这个整个社区 说了算 那整个社区 到底是谁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staking的 就是可以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这个 Polemic的节点 就是节点 以及它的staker 对 然后就是 他们是有权利 对这些项目 对提交的项目 进行一个投票 投票的方式 就是把你手中的 这个 他们的平台代币 抵押 以抵押型的 以抵押的形式 先抵押 抵押着 然后就可以 就是算是 给这个项目投票 那 它是有一个 最低的额度的 就是是有个 threat hold 是有个 是有一个预值的 就是必须 是达到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必须有 一定数量的 Polemic代币 或者是 百分之多少的 这个stakers 然后参与 然后才可以 就这个项目 才算是一个 受到社区喜欢的 认证过的项目 然后就可以 进入到 这个 就相当于是 通过了 Polemic社区的审核 然后就可以接受 Polemic这个 这个 这个 用户的 这个资金 这是第三步 然后 然后这是 然后第四步 就是Funding Round Funding Round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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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融资 那就是 所有的参与者 然后 根据他们的 Credential Category 就根据他们的 身份等级 来进行 这个融资 在Polemic这个 平台中 用户也是 分为不同的 种类的 因为毕竟 这个 每一个 参与投资的人 根据自己的 资金量 然后 以及投资经验 等各种 其实对一个 项目的投资 影响力度 还是会 不一样的 有一些可能 比如说 很多人 他 就很多 如果说 普通的用户 参与的话 可能会 会筹集到 一定的钱 但是 可能对 项目方的 这个 这个 比如说 这个 其他方面的 帮助 就会少一些 然后或者说 大家 特别是一些 普通用户 我们 我们所说的 就是 Retail Investors 就是 就是会 会总是喜欢 这个 跟着 某些机构 或者是比较 有投资经验的人 来进行投资 所以 不同的 这个 不同的 投资者 他们对 投资的诉求 以及 投资的工作方式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我们把 根据这个 用户 提交的这些 身份信息 将用户 分为四个 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 类别 然后 来 分批次了 参加项目 然后会 更有利于 散户 或者 可以 可以更有利于 这个Retail Investors 做更明确的决定 其实是为了 更好的保护大家 但是在 Polemic的所有资料中 也提到过了 就是 不会 相差非常大 就是价格 不会相差非常大 就是 散户 就是前面一轮 可能是 举个例子 就机构轮 投完以后 然后 现在开始 这个 普通的用户参与 用户 可以 可以投了 然后这两轮之间的 价格差别 不会很大 对 所以 其实虽然是有了 有了分别 但只是为了 更好的帮助 每一位投资者 做更明确的决定 而不是为了 这个 而不是为了 这个 这个 拉开 这个价格差距之类的 和这个传统的 这个投资方式的 目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 Funding Round 然后最后一步 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发行 和牵引 就是 当这个项目 它融到了自己的 目标以后 然后 它会先 因为它 融资间段是没有 没有这个token的 所以它会先 先这个 发一个凭证 我是 就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先发一个凭证 给所有的投资人 然后 等这个项目上线以后 然后这个凭证自动转化 给这个项目方的代币 项目方的token 那 那这个过程值不值得信任呢 其实这个是完全 这个代码写好的 就是不会有这个 这个 第三方 就不会有 不会中间 不会再有人为的因素参与了 所以 就是只要你能 达到你的目标 然后剩下的事情 就凡是参与这个投资的用户 就是只要等着主网上线 然后这些代币 就会自动分配到你的账户里 然后在没有上线之前 就没有代币的时候 它先是以凭证的形式 就是在你的钱包里躺着 就告诉你 你有这么多的 这个代币 然后是你应该获得的 上线以后 你就会出现在你的钱包里 所以这个就是 polemic的 polemic的一个 参与的过程 对 然后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是作为一个 如果是作为一个散户的话 普通的用户参与的话 只要完成第一步的 这个 这个 然后等着 这个平台的项目通过就可以了 就是等着平台推出什么项目 然后你就去参与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项目方的话 你是 要提前的去 把自己的资料提交好 然后才能够去 因为有一定的投票时间 然后你才能够及时 在你想要的时间内获得资金 然后 作为网络的参与者来说 你的任务就是 去 这个 evaluate 就是去评估一个项目 为自己也是为整个社区负责 然后 然后就主要是这三方的 分别是如何参与到 这个Polemic的整个的 整个的系统中的 就是总结下来 就是Polemic在整个的环节 在整个的流程中 都是 全部是自动化的 就是 from trust base to rule base 就是 就是从这个 这个 以信任为中心 然后改为这个 以规则为中心 对 稍微等一下 然后 不好意思 我换了一个地方 然后继续去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二步 就是 就是 这个Polemic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还要给大家补充的就是 这个 Polemic现在目前正在 正在进行的活动是什么 然后 就是第一个活动是普通用户都可以参与的 如果在区块链行业比较活跃的小伙伴 应该 会比较了解 就是这个活动是我们 比较 比较常见的一个 区块链的一个 与社区互动的活动 然后与社区互动 互动的一个活动 它的任务也非常的 sorry 它的任务也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并不是很复杂 一共就五个任务 而且是非常基础的 就是这个关注 关注这个项目 以及关注项目方的一些 这个社交渠道 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 然后你这个完成以后 马上就可以点这个获得的奖励 以及 就是 以及是你的一些结果 然后这是一个活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 Polemic一直在推行的这个 大使活动 然后这个我们PocoWorld的后边会推出一篇文章 专门介绍这个大使的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及时关注 然后第三个活动就是 现在Polemic进行 就是大家可以进入它的推特 然后去 去看 去找他们那个 staking 就是 Polemic现在已经是 可以用代币进行 staking了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大家可以参与的一个点 然后 然后第三个是 目前 Polemic正在 正在这个 因为它马上要 要上线了 所以它会 他们会 很快的 收集一些优质的项目方 然后就第一批的项目方 其实基本上是 就第一批推出 推出的项目方 但这个 不是定好的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定好 只是说 前期团队 自己先筛选了很多 到时候还需要提交这个资料 然后在链上进行 evaluation 然后才能够去 通过Polemic进行融资 那现在已经有一些 备选的项目了 然后在接下来 在以后我们 很快进行的 这个 一系列的 这个 活动中 可能他们创始人会 释放出一些信息 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我们 所以这是目前 正在进行的活动 那最后一个是 团队介绍 其实在官网上 并没有很多 这个Polemic的信息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Polemic 是没有太多的 这个 哦 有 在这里 sorry sorry 在这里 就是这个是 Polemic的团队 然后Polemic 最早 最早 最早是 这个 是Cute团队的 然后他们 Cute是做 是做这个DID的 然后但是他们 有了这个Polemic的想法 然后就从这个 Cute团队 直接出来了 然后领头人 其实就是 领头人是 啊 是 是 Casper 然后他之前是在 Web3基金会工作 相当 大家应该都熟悉 懂Polemic应该都熟悉 就Web3基金会是 Polemic的 这个 Polemic的一个 这个 就是 生态 支持者吧 可以说Web3基金会 就是 呃 就是 完全孵化了 这个Polemic的生态 可以这样理解 然后 呃 呃 这个Casper 做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 众所周知的 这个 一个 就是大家应该 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DOT 不属于证券 而是一个软件 就这个结果 其实 是经过了 呃 三 三年左右时间的努力 也就是在 Casper任期 他领头 一直与SEC 进行沟通 然后才实现了这个事情 所以 是一个 对金融 对融资 然后对于整个 合规如何应转 非常了如指掌的一个人 就是非常有经验 然后并且 做了很棒的 这个成 成功案例的 也非常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呃 所以他们做这个 Polemic 是一个 呃 懂得如何 与这个传统合规 与Web3 之间的 这个 gap 就之间的这个gap 是如何去 衔接的一个团队 所以大家在使用 Polemic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可以是 呃 因为这个团队的背景在 是 就是他们在做这个事情 是很有说服力的 很有专业度的 呃 然后 对 然后这个 Luca是另外一位 co-founder 我们接下来 也就是在明天左右的时间 会和他 有一个采访 后面一个采访视频 也会在我们 Polemic的 呃 YouTube上 这个释放出来 文字稿也会在我们的 呃 WeChat上 这个发表 到处可以关注 他 他会释放出很多 大家都关心的消息 比如说 这个 什么时候 具体上线 然后上线以后 呃 有哪些项目 就是大家可以期待 有哪些项目 可以参与 然后 这个 就是大家息息相关的事情 嗯 然后这个是团队 然后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上线计划 上线计划 呃 呃 就是Polemic 他们是一个 呃 呃 这个 欧洲团队 所以他们的整个做事风格 非常非常的严谨 我应该是跟他们团队 开过几次会议 每一次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团队 然后呃 无论是在这个产品设计的阶段 然后还是在这个呃 项目合作的阶段 就小到你每一次跟他们开会 你你都能感觉到他们对 每一个细节的认真以及打摸 举个例子就是 嗯 如果我们平常做一些直播活动 然后通常就是会呃 就是会 会就有个提纲就差不多了 其实直播活动基本上是这样做 但是他们会提前两个星期开始准备 然后确定好每一位嘉宾 然后会先自己梳理出来 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想表达的主题 然后呃 整理好成文字的形式 然后发给你 然后跟你讨论 跟你确定 然后最后还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就是可能这个呃 这个可能欧洲 就是有这个外籍工作经验的 可能熟悉一些老外喜欢这样做 但是以我和web3项目 项目这个这个接触的 接触的这个 接触的这个经验来看 就是做到这么细节的 还真的是很少 很少有团队可以做到这么细节 所以就是从他们所有的做事风格来看 就是polemic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团队 这个只是个人感受 不代表任何投资意见 就大家如果真的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还是要自己去做做调研 嗯 然后他们的一个launch的 就是他们的主网上限是 就是一步一步都规划好的 保证每一步都完善了 然后才开始最后的推出 嗯 然后第一步就是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首先是拍卖插槽 他们是已经获得了一个插槽 然后这是 这是第一步 就首先你得和这个中级列连在一起 然后第二步就是 这个 TGE 然后TGE的话 其实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这个做了 就是但是现在还没有转账功能 因为他们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项目 就是代码层面上 你是可以看到钱包里躺着这个代币 但是不能做任何转账 这个决定权是由 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治理功能上限以后 然后由社区来决定的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团队就是抽出了这个 抽出了很多 就是完全这个 把这个 这个项目就完全是 去中心化的 是规则化的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 呃 这个 呃 Staking Enabled 就是可以参与Staking了 然后大家如果去看到Twitter 就可以发现他的这个Staking的功能一直在完善 对一步一步的在完善 他们和社区沟通也非常好 就是呃 自己的实时进展都会很快的在Twitter上告诉大家 然后就是就是这个 之前获得这个这个代币的用户 是可以参与Staking获得收益的 然后前面的介绍也 我们也提到过 就是这个 这个holder参加Staking 然后呃 也可以参与这个项目筛选的投票 所以这个Staking的功能 是这个项目 项目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以也要提前上线 进行各种测试 才能够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转 然后第四步就是他们的呃 治理激活 就是可以用可以用去中心化的方式 然后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协议进行一些决策 比如是不是可以开始转账了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第五步就是 Soldo Removal 就是Soldo给 给这个去除掉 呃 就是如果是大家是非技术人员 简单来说呃 可以理解为就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社区还没有参与进来 然后这个项目方的话 是需要有一些中心化的操作的 呃 然后当这个Soldo功能移除以后 就是项目方已经完全 不能够中心化的操作 这个项目的代码了 就是只能靠 这个治理来来实现这个事情了 嗯 然后第六步就是呃 转账功能可以实现 那就是这个首先是 这个呃 项目方退出团队的这个 退出这个团队的控制以后 然后OpenGab已经上线了 就可以投票 是不是可以转账 然后第七个就是APP上线 然后最后就会 这个就是开始 第一个项目的融资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roadmap 现在这个 现在的阶段是在 第四个阶段 呃 对 然后就是 是在这个 staking已经 已经比较完善了 然后马上要进行这个 呃 这个开 开启这个治理 开启这个链上治理 然后接下来就是 Soldo和这个 这个转账功能等 现在是大概到这一步了 所以 这个 但是时间非常快 他们预计的话 是三月份就肯定会上线了 所以 呃 这个也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参与阶段吧 就是 我们非常期待 就是他们上线以后 推出第一批项目是什么 然后现在 今天的话 这个 整个市场的 氛围都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 然后普通用户都非常 想有一个渠道 或者有一个 呃 切入点 我怎么样可以 更早的了解一个代表 而不是说啊 已经 已经 我感觉我自己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介入的时候 你才发现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情绪背景之下 呃 给大家介绍 这个Polemic项目 呃 也是 这个希望我们这个 呃 这个普通的用户 可以最大限度的 获得牛市的福利 嗯 然后这是 这是这个 我们今天 主要介绍的 这个Polemic项目 然后如果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 这个 可以去 他们的官网 继续了解 然后去推特上 搜一些信息 继续了解 今天所讲的东西 都是 知识分享 然后并不构成 任何的投资建议 大家如果 对这个项目 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 呃 再次研究一下 然后能给大家 讲到的 就是这个项目 马上就上线了 并且这个项目 是和每一个 普通用户 都息息相关的 就是现在你可以 在上面看到第一手 就是马上就要 要上线的项目 并且可以在第一时间参与 然后相信在 现在这个 背景非常好的环境下 然后大家也是非常 需要这样的机会 呃 然后我们PokeWord 会持续为大家 这个带来 呃 PokeDot 生态 这个 即时的信息 然后优质的项目 然后正在进行的 福利活动 以及 呃 整个行业的 重要事件 或者是观点的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 及时关注我们的 呃 关注我们的动态 然后明天 呃 七点钟 我们会有一个 PokeDot的圆桌派 主要是聚集 亚洲的 这个声音 讨论PokeDot的 生态内的热点的话题 呃 提案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 增强这个PokeDot的 亚洲地区 在整个生态 或者在整个行业的 一个发言权 希望呃 大家都积极参与 一起讨论 嗯 非常开心呃 今天大家的支持 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然后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了